要说五代时期最强盛的朝代非后洲莫属 这个朝代经过两任皇帝的治理 差一点成为自唐代之后又一个强盛的大一统封建王朝 后洲最知名的两位皇帝 一位是开国之君郭威 另一位就是继任之君柴荣 不过相对而言 世家们对柴荣的评价要高于郭威 称其为一代英主 他是五代时国时期享受最高评价的一位皇帝 薛居正旧五代时说他乃一代之英主 欧阳修新五代时称赞他时雄杰贤主 司马光自治通建说他是人君加明君 这可不是政治压力下的歌功颂德 因为这名完美帝王是前朝皇帝 柴荣出身家道中落的富家 他有个姑姑 曾被选入后唐庄宗的后宫 后被遣散回家途中一眼相中了郭威 带着嫁妆跟着郭威跑了 当时郭威只是一个落魄的君族 柴荣后来投奔辜负郭威 并成为郭威的养子 此时郭威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柴荣帮助他做生意 累积资本 一度到江陵犯差 经商的同时只要有空 柴荣就坚持习闻练武 不仅通读史书 而且精通武艺 绝对是个聪明上进的年轻人 公元947年 刘志远称帝建立后汉 郭威是刘志远的心腹 辅佐有功一路晋升 成为统帅大军的将相 柴荣跟随养父进入军界 后汉继位的皇帝刘成佑 十分忌惮担兵在外的郭威 亦遇诛杀他 逝谢郭威起兵清军策 刘成佑将留在京城的郭威家人 杀得一干二净 史书说 英如无眠者 连尚在强保中的郭威儿子也杀了 郭威于是在蝉州发动兵变 黄袍加深 建立后州 十年后 赵匡义如法炮制建立大宋 终结了后州的历史 这是后话 后州太祖郭威 郭威做了三年皇帝 就因病去世 年仅51岁 因为他的家人已被后汉引帝杀光 使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在考虑皇位继承人时 养子柴荣就是第一人选 郭威成帝后 有意让柴荣掌管军队 一立军功 术威望 但在后州开国功勋 说明是王骏等人的阻挠下 此事只能搁置下来 后州立国的第二年 慕容银钞在隐州造反 柴荣请求帝兵评判 郭威也公开表示支持 说 如朕不可行 当时缠救儿子鸡贼 方伴无事 王骏不愿柴荣帝兵 最终只得由郭威率军亲征 在逝世前一年 郭威察觉到王骏的野心 将他软禁起来 当天退朝后 郭威向太师冯道等人哭诉 王骏欺人太甚 欲禁竹大臣 剑竹镇的羽翼 镇只有一子 他也要从中离间我们 通缉工作做完 第二天直接变王骏为 商周司马 然后升任柴荣为开封颖 晋茂 这样柴荣继承皇位的局势 已经很明朗 不过时任禁军系统 高级将领的李崇敬是郭威的外甥 有可能成为柴荣顺利继位的障碍 郭威对此了然于胸 故在后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 照李崇敬进攻 交代后世 命李崇敬当着他的面 跪拜柴荣 以定君臣之分 954年郭威驾崩 34岁的柴荣继位 视为后周世宗 柴荣继位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恰恰相反 真正的考验才到来 如果女略懂吴代史 肯定会对那个时代流水县般 生产皇帝的流程印象深刻 整个五代时期 共54年 换了八个姓 出了14个皇帝 平均不到四年 就换一个皇帝 皇帝上位的方式也很多样化 其中 父子传位的形式仅有五个 约占三分之一 最关键的是 通过父亲传位的继承者 政权寿命大多不长 在柴荣之前 后唐李崇后 从父亲李四元那里即位 不到一年即备多 后汉刘成佑 继承父亲刘之院的皇位 两年即往 后进石崇贵 时间稍长一点 从养父石敬堂那即位 但不到四年 就被契丹人 掳走了 刚上位的柴荣 一想到这些 离自己很近的历史 估计 肝都颤了 事实也是如此 柴荣继位不到十天 北汉开国君主刘崇 听说郭伟死了 立马联合契丹 发兵五万 进攻后州 想趁着新军立身慰问 灭掉侯州 柴荣决定御驾轻征 但他的决定 却换来了朝廷上的嘲讽 以太师冯道为首的群臣 一个站出来竭力反对 当时的对话是这样的 柴荣 刘崇趁我国丧 稳我心力 自以为是吞并天下的时机到了 用心险恶 我不可不轻征 想当年 唐太宗创业 无不轻征 我又何具 风道 陛下不能和唐太宗比 柴荣 我兵强马壮 破刘虫 必如泰山压软 风道 陛下 您不是泰山 柴荣被怼得一脸黑剑 这个风道 是五代时期的不倒翁 历史四朝十地 始终担任将相 三公 三师之位 乱世中 没有什么中军观念 只忠于十地派 谁赢了 就听谁道 整个时代的风气 都是如此 军队更是如此 五代时期 兵骄将汉 战胜则善兵侠主 战败则倒戈投敌 柴荣的困境 外有强敌临近 内有准投降派在观望战队 这逼迫他更加必须亲征 在前线应对任何突发事件 两军战于高平 刚开打 后周右路军就崩了 大将樊艾能 何辉望贼而顿 千余人投降了北汉 南逃的数千人 则沿途劫粮草 柴荣下令禁止截掠 凡艾能 何辉 军不停 设想一下 如果柴荣没有御驾亲征 凡 何 极有可能倒个一击 打回开封 将毫无威望的新皇帝干掉 要知道 将领前线战败后 掉头灭掉雇主 拥立新军 几乎是五代权力更替的一项传统 关键时刻 柴荣亲率军队冒着攻劫 督促驻将奋战 直到斩杀北汉小将张元辉 后周打赢了柴荣的皇位 稳了 明清之际 大思想家王夫之说 经过高平之战 主乃成乎其为主 臣乃成乎其为臣 他还说 柴荣坐稳天下 不是依靠养父郭威 而是靠自己 以死生为生命请命 拼了自己一条命 打赢高平之战的回报 高平之战后 终于树立威信的柴荣 开始整肃军队 并拉开被后世称为 周世宗改革的序幕 第一件事 是斩杀望迪而退的降将 当时樊艾能是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何辉是侍卫部军都指挥使 二人位高权重 但鉴于二人 在高平之战中的表现 柴荣丝毫不手软 果断处死 同时处死的 还有二人锁部军将 七十余人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杀伐立威 交将堕足 使之所拒 柴荣经常对身边的人说 高平之战是检验我们军队战斗力的一战 可惜 林敌不堪一战 差点丧败 兵在精 不在重 一令一一点选 由此 后周开始挑选精锐士兵 流冲进军 才太老弱之兵 当时 全国的勇士猛人 基本都在地方结阵 柴荣于是公开招募 五翼高强的人 充当殿前军 设殿前都点解 统一指挥进军 在柴荣的强力整顿下 初步扭转兵力外强内弱的局面 中央禁军已经比地方节阵强大 后周的军队战斗力因此大大提高 史书说 是士族精强 近代无比 征伐四方 所向皆解 柴荣死后 赵荣应以殿前都点解为资本 演出黄袍加深的戏码 上台后担心历史重演 于是改变柴荣强化禁军战斗力的做法 反其道而行 通过剥夺将帅兵权 推行更述法等措施 严重削弱宋代军队的战斗力 这是后话 除了军事 在经济 人事 法律等诸多方面 柴荣都有相应的重磅改革措施 中国出了几个已毁服文明的皇帝 柴荣是其中一个 清代贪丁入母以前 很长的历史时段内 政府都按人头征税 这导致很多人以断入空门的方式 不适生产 躲避赋税 当僧尼的人数超过正常比例 一个国家正常运转 就会因劳动力严重不足而被拖垮 柴荣改革之前 后洲境内平均每个县 有二十多家寺院 佛教兴盛到这种程度 寺院销铜钱造福像 造成了流通钱币严重短缺 柴荣继位第二年 下令大费国中福寺 规定有国家许可的寺院 才能保留 其他一律废除 因为佛教信仰 关乎因果报应 很多官员对毁佛心有忌惮 柴荣亲自带头 砸毁了一尊别人不敢冒犯的观音铜像 他说 千辈勿以毁佛为夷 夫佛以善道换人 苟至于善 思奉佛已 无闻佛说以身世为妄 而以利人为疾 是其真身尚在 苟利于世 由欲割结 旷此铜像 岂有所稀在 拜佛不一定是真心奉佛 行善才是真心奉佛 佛祖愿以真身救世人 如今牺牲铜像造福天下 肯定更加在所不惜 柴荣的说辞放在今天 仍然很有道理 在他的推动下 最终废除寺院三万余所 六万多名僧尼还击 佛像被销毁后 重新用于铸造钱币 恢复经济 柴荣的另一项改革措施 是恢复五代以来 轮文形式的科举制度 注重人才选拔 有一年 黎布草帅录取了16名进士 他知道后亲自组织重考 最后仅录取四人 他还多自以 施与选事为由 处分主考官 难得的是 他不是一个机械的规则主义者 而是强调制度 与破格相结合 柴荣想任用小丽出身的 为人谱为书密室 有人反对 理由不是为人谱能力不行 是说他非由科举出身 柴荣当场反驳说 自古以来 明君都是用 有文才武略的人辅佐自己 这些人难道都是科举出身吗 最终还是破格任用 为人谱为相 赵匡应极为敬畏的后州名臣王蒲 也是柴荣破格提挖出来的 赵匡应建立大宋后 曾指着自己的黄袍 对敬臣感慨说 王蒲如果还活着 我穿不了这黄袍 柴荣虚心纳贱 在历史上也很出名 他说过 言之不入 最实在语 意思是 你们尽管讲 讲错了 算我的 在委期间 他从未因言论问题 杀害过一个大臣 从柴荣继位的第一天起 他就笃定的按照他的第一个十年计划 在推进工作 他的改革 强国复明 最终目的是为了开拓天下 用历史教科书的话语说 统一中国是当时的历史趋势 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后州 魏楚 中原 北有辽国和北汉 南有南唐 后属 南汉等政权 如何推进统一进程 这里涉及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先南后北 还是先北后南 书密使王浦为柴荣线上平边侧 按照王浦的设计 后州应该先灭南唐 南汉 次取巴蜀 再次 而幽 云 最后攻取北汉 这是典型的先南后北 而且先东后西战略 后来 北宋统一进程 大体上与此类似 但略有不同 北宋赵光义 赵光义两任皇帝 采取先南后北 但又先西后东的策略 最终实现相对的大一统 但正因为北宋太过强调 先亦后南 以致在灭掉五代十国之后 国力消退 始终都无法从辽国手中夺回幽云十六州 成为宋人永远的统 柴荣的做法 其实跟王浦的策略 以及后来北宋的操作都不一样 他有自己的一套谋略 他先派大将西征 不到半年 攻取了后数的 秦 凤 城 揭四周 随后开始南征 他三次御驾南征 最终拿下南唐的江北十四周 就在所有人认为柴荣要灭掉南唐 连南唐都自认国座不保 前世求和的时候 柴荣却对南唐使者说 化降而至就好了 我在位时绝对不会灭你的国 至于后世我就不打包票了 这个时候柴荣已经将他的目标 锁定在最强大的敌人 李敖国 我们可以复盘一下柴荣的整个计划 他先攻打并不强大的后数 取了四个州 但未灭人国 可见是出于恋寿和震慑的目的 接着攻打南方最强大的南唐 取了江北之地 仍未灭人国 目的仍然是震慑 让所有南方的政权都老老实实别动 奉我为政术 他应该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君 心中有真正的敌人 是干掉了国 夺回幽云十六州 所以针对北方 他也没有先打北汉 而是直奔幽云而去 这一点与王普倒是意见相同 一定要先夺幽云 再打北汉 为什么要先幽艳后北汉呢 王普分析的很有道理 他说 幽艳记下则北汉不足以为编幻 可为后土 侯其便则一消一平之 如果先北汉而后幽艳 虽北汉可灭 然以施老兵皮 幽艳南下 后来的北宋则反过来 先打了北汉再去夺幽云 结果真的错失窗口期 怎么都躲不回来 这是后话 柴荣在震慑了南方政权之后 按计划出兵辽国 还基于一个现实的考虑 当时的契丹国力虽强 但矛盾激烈 时任皇帝辽木宗 晚上喝酒 白天睡觉 被国人称为睡王 以契丹的国力来一个昏君 中原政权收复优业 还有胜算 若是来一个明君 基本就没戏了 柴荣攻打辽国 正是想抓住契丹内乱的政治窗口期 959年 柴荣在位的第六个年头 农历三月 他率军北上伐辽 势如破竹 基连收复赢莫义三州 以及瓦桥 以及淤口三关 禁用了42天 这对契丹的震慑很大 史书说 契丹 凡 波步 只在幽州者 一连销顿去 5月 柴荣正要乘胜进去幽州 却突然患病 传说他行之一地 询问当地人地名 对之 并龙态 他听完默然 病情加重 回到开封 六月病逝 年仅39岁 后来宋真宗赵衡曾无限惋惜地说 非玉籍班师 则科复妖际矣 王夫之复盘并对比了柴荣 王普和赵匡义三人的统一战略 推柴荣为第一 王普第二 赵匡义第三 他深有感触地说 其有吉 而静不克者 天也 其略则十足 以异天下 而少汉唐者 天甲之年 中原其底定乎 历史无法假设 而老天如果再给柴荣一些时间 历史会往哪里走 这成为古今无数读识者 心中无解的谜团 永远的遗憾 当代史学家 一公认柴荣是中国历史上 继唐太宗之后 又一个取得治国 治军突出成就的统治者 史学界认为 柴荣在他的历史时代 做出了三个重要成就 第一 五代时期 数十年分崩离析的残局 到了柴荣统治时期 才有了统一的端序 第二 唐末五代以来 军阀混战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 到柴荣统治时期 才有了复苏的转机 第三 由于统一的端序和经济复苏的转机出现 以及对内的全面改革 对外的军事行动 都卓有成效 使人们在分裂动乱的局势下 在存亡未卜的命运中 看到光明 看到了希望 小编常常想 柴荣若不死 中国历史会怎样呢 也许这就是柴荣的魅力 它可以穿透历史事实 与虚拟历史的壁垒 让人在无限的惋惜中 去探索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尽管这种可能性 终究只是一团无解的迷思 天意难测 历史亦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